如果在交友软体遇到了朋友的老公 你会怎么做呢 400多位的网友 52%的人说应该要讲 48%的人说不应该要说 你只需要告诉他说 我在你交友软体上遇到你的老公 问题难的其实在于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那个原因 比那个后果更加的重要的 这时候薛子倩真的是傻眼了 他马上站起来说 其实他是要投B的 是因为节目组要让他投A 不好意思啊 节目暂停一下 所以可能应该是个播出事故 对不起 我有话要讲 他站起来去do the writing 哈喽 你好 欢迎回到星红的频道 我是星红 哈喽 你好 我是Alan 在我的IG上面呢 有一位观众朋友就发信息 问我了这个以下的问题 他就说 星红你好 我目前单身 有在玩交友软体 可是刷到朋友的老公 而且不是一个平台看到 好几个软体都看到 然后我就去看我的朋友的脸书 确定真的是他的老公 而且还看到他们最近一起出席的聚会 是在去年的圣诞节 所以蛮确定他们还在一起的 是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应该跟他说吗 哇哦 我就把这个问题呢发到了小红书上 去收集了广大的网友们的意见 开放了这个投票之后呢 总共有四百多位的网友呢 参加这个投票的 但是啊这个结果呢其实不相上下 52%的人说应该要讲 48%的人说不应该要说 所以留言区呢也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大家都在互相的在讨论中 那我就把大家的留言呢 把它给总结出来了 总共呢有三个不同的队伍的 那第一个呢是支持奖的队伍 那第二区呢是说支持不奖的队伍 还有第三区呢是不知道该奖的奖的队伍 包子中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支持奖的这个队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留言我也把它分类出了 第一个呢他们就说啊 可以用呢被盗图的借口呢 来去暗示自己的朋友 就告诉你的朋友说 哎你老公的照片啊被盗用了 我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 就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留言都是这样子的 第二种方式呢是用匿名的方式说 肯定会说啊 不过用开小号的方式来说 不直接说自己是谁 然后匿名告知 剩下的让他自己发现和做选择 第三种呢 人家是不是说啊 我会直接的说的 我一定会跟那个人说 已婚的男人女人啊 就要对异性保持距离 要有分寸 不要搞暧昧 就没有所谓的第三者的介入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呢 反正啊都是很久没有联络了 就发照片给他 让他自己去想就好 不用做多的说明 那第四类型的直接说呢 就不是直接的告诉朋友 而是直接的去说穿了 那一位出轨的对象 就是说 他曾经遇到呢 那一个女方刚怀孕的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的头像啊 戴着一个墨镜 照片里啊 还有妻子和友人的照片 他当时呢 就直接用讯息的方式拆穿他 你不是有妻子的吗 那另外一个网友呢 也是直接的就会说 你也不想要让你老婆知道吧 那至于呢 那不支持讲的朋友呢 他们又给出什么原因呢 不支持讲的这些朋友呢 首先第一个呢 他们就说啊 只能给你四个字 事不关己 你可以去跟这个朋友说 可是人家未必会谢谢你 还会觉得你多事 这是真的 所以就事不关己 不要插手 很多人就会说 不要干预他人的因果 不要去介入别人的事情 而且还说那么久没有联系了 人家离婚了没有 还是被盗用了 还是旧的账号没有删出 干嘛要引起 不关自己的事的问题 那也有的人就说啊 人家的事别理那么多 我看过很多的两夫妻啊 各自玩各自的 那第二类型呢 不要说的人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无法去承担后果 这个朋友的留言就说啊 你只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你能够承受他们离婚吗 要是外面传了 都是那一个谁啊 都是他说了他们才离婚的 你能够承受这些闲言碎语吗 好心办坏事的问题 你就去做好人吧 老话一句 宁猜十桌庙 不悔一桩婚 嗯 蛮有道理的 那再来呢 另外一群的网友呢 他们不说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觉得啊 会让对方难堪 这位网友就说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当时呢 就选择了闭嘴不说 现在呢 他的朋友啊 还是一样啊 也过得不错 他们是有孩子的人了 而且老公平时也对他不错的 我不想做那个多事的人 要是其实我朋友早就知道的话 那不是令他更加难堪吗 另外一群人呢 则是不想要伤害朋友的关系 所以选择不说 他说 看破不说破 还是好朋友 如果朋友啊 恋爱脑的话呢 就惨了 还会骂你 为什么那么的多事 然后最后呢 也有一位人妻呢 他也说啊 我是一名人妻 我就不想要人家告诉我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这类型呢 都是选择自私不说的 不告诉朋友的 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类型呢 就是不知道该讲不讲 那不知道该讲不讲的朋友们呢 他们都说什么呢 第一类型呢 他们就会说呢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呢 我会说 他也遇到过 就是朋友当时 怀孕了九个月 然后这个朋友之前是跟他的老公呢 是在微信摇一摇认识的 那他也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 看到他的老公 每次刷到他老公呢 就不刷了 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应付 那已经持续了半年的时间了 然后他的老公的账号 就一直会重复的出现 让他去刷 他就怀疑说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男生呢 已经刷到了他 所以这个账号才会一直的出现在他的这个平台当中的 那现在呢 他们的孩子已经一岁多了 他不知道该讲不讲 如果他们没有孩子的话呢 我会告诉他 但是现在有孩子 我真的不想要影响到他的孩子 这个女孩子到现在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说呢 看关系才说 就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话呢 就不会说 可是人要好的朋友肯定要说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在小红书上面呢 收集出来的 大家所给出的这个意见啦 所以看起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 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都是大家都在不断的就衡量 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的 那至于我的话呢 那当时候呢 这个女孩呢 她提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也深思熟虑了很久 毕竟这样子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过 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朋友的另外一半出窥 或者我的朋友自己本身有出窥 那我在思考了非常久了之后呢 这是我给她的回答 那如果是我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话 我会不会去告知这位朋友 我会考虑的事情呢 有三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 我会考虑的是 他们两个人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如何的 如果说现在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夫妻的感情是很要好的 妻子是非常的相信这个丈夫 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也保持的非常甜蜜的话呢 我真的不忍心的要去拆散或者是拆穿 这么样的一个残忍的事实 那我会选择呢 去直接的告发这一个老公 就像很多的网友这样子的回答 就是直接跟她的老公讲啊 直接去跟这个老公说 请你不要再继续的这样子做 先警告这个老公 与其直接的去告知我的这一位好友 那第二个呢 我会考虑的东西呢 则是这个朋友的精神状态 因为他是不是一个能够去承受 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也是我们需要去衡量的一个事情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会去衡量到底我的朋友是否有其他的精神疾病啊 他是不能够受刺激的啊 就他是否是一个精神状态正常健康的一个人 那我才能够去告诉他 如果说这个朋友他的性格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的勇敢 然后很直接 他是可以去面对这样子的 他可以接受这一些事情的话呢 那我就会找一个时间 好好的去告诉他这件事情 第三个我会考虑的东西呢 就是我是否可以在之后来去协助他走出来这件事情 因为告诉他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行为 你只需要告诉他说 哦我在这个交友软件上遇到你的老公 就这么简单 可是问题难的其实在于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该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他该怎么样去修复自己 他该怎么样去沉淀 怎么样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我的老公在外面出窥的一个事实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难题是在 之后该怎么样去应对 而不是该告诉他不该告诉他 所以第三个我也会去思考的是 我该怎么样去协助他 如果我选择去告诉他这个事情的话 我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可以帮助他 即使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专家 那我可以可能推荐给他知道说 谁可以帮助他 哪一些资源可以帮助他 哪一些书籍可以帮助他 或者就作为一个聆听者的方式来去陪伴他 让他可以去在这段时间修复自己的这个时间当中 有一个人陪伴 在当时候我就给了这个女孩这三个回答的 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考虑了很久 到底应该讲还是不应该讲 因为如果我选择讲的话 我可以想到很多的原因 对很多的理由来去合理化 为什么我要讲 那如果我不讲的话 同样的我可以找很多理由 为什么不去讲 对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对错的一件事情 他也并不是以你的责任来去讲 你想要去做好事 可是同时间这并不是你必须要做的事 对所以我相信提问这一个问题的这个人 也是有这个矛盾 他知道他为什么不讲 但是为什么他会提问是因为有一部分的他 他想要有那个正义感 想要讲出来 他不讲他又过于不去 对他不讲的话 每次可能看到这个朋友的post 社交媒体 可能情人节看到他跟老公一起很甜蜜 内心又一想我最近又划到这个老公 对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如果是当事人的话 我会更偏向于去讲的那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 it just feel like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以后果来去决定 我到底应该不应该讲 而应该用为什么我讲 是那个原因 我觉得那个原因比那个后果来得更加的重要的 对我而言 就好像马来西亚之前有一种 就是轰动全世界的一个贪污的这个事件 就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 涉及最大全世界的一个贪污案 对 全球人都因为这件事情认识了马来西亚 而当时的人民如果没有Vissel Blower的话 对 如果没有人家去警告说 这是一个Red Flag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东西的话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东西的话 我们人民还是依然会给这个政府官员 就是蒙在鼓里 对 而且被在欺骗当中 对 而且是越滚越大的 对 对 因为那时我们有看一个在Netflix上面上映的一个Documentary 记载了整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 其实在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 暗伤英雄那一些背后的英雄 默默地去做对的事情 对 做正确的事情 对 去把这件事情告发出来 其实他们知道他们去告发了之后会带来生命的危险 是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英雄的话 没有这些暗伤英雄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人民还是会 被蒙在鼓里 虽然这个Visor Blower他揭发了之后 我们的人民也是会感觉到好像被欺骗这样子 就受到伤害 但是我觉得总比不讲来得更好 对 就好像另外一个例子是薛子谦 之前他是一个中国一个歌唱节目的评审员 那有一季呢就是有两个歌手 薛子谦觉得歌手B应该赢的 但是节目组要让薛子谦去投A 因为说不要让歌手A输得那么难看 所以薛子谦也就根据节目组的要求就投A了 但是比赛的最后呢 A却赢了 所以这时候薛子谦真的是傻眼了 他马上站起来说 跟观众曾经说 其实他是要投B的 是因为节目组要让他投A 所以他去投A 他站起来去做的写作 怎么了 颈椎不舒服 完了 完了 他要低死你了 哎 哎 哎 干嘛 干嘛 哎 要去哪 哎 哎 不好意思啊 节目暂停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所以可能应该是个播出事故 对不起 我有话要讲 对不起 我有话要讲 对于上一轮 非常抱歉各位 我得到主办方的指示 他们告诉我 不要让赫兹输得太难看 所以要我投赫兹一票 现在反而让赫兹进去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 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 当然他有很多的后果需要承担 他之后他就没有什么这样的通告了 他已经没有什么机会来去当这种节目的评审员了 但是对我而言 我觉得因为他这样子做 我更欣赏他 我更欣赏他这一份的这个正义感 对音乐的这一个诚信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 我会讲 因为 做对的事情真的非常的难 但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沉默不语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不要去干涉别人 然后就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但是虽然做对的事情真的很难 趁事情不要停止的去做对的事情 也可以选择像这些网友推荐的 你可以匿名的方式 或者是用暗示的方式来去拆穿 但是就不要选择什么都不做 因为或许你就是那一个改变他们人生 改变他们的婚姻关系的一个人 也不一定是往更坏的方向去 对啊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起事件 让他们得到了一个修复的机会 让他们真正的去正视婚姻当中 所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可能选择静静不讲 反而最后的伤害可能会是最大的 是 对于这个朋友的老公 或者是在观看我们影片的朋友们 要提醒大家绝对不要去说谎 因为说谎这件事情啊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来的 因为如果你要说第一个谎言 你就需要第二个谎言来去掩盖 说第二个谎言 你就需要第三个谎言来去掩盖 我觉得越来越大 你就需要第四个谎言 就需要第五个谎言 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当中 肯定肯定会有一些些的破绽 嗯 谎言总有一天是会被揭穿的 对 只是抱不住火的 对 我觉得说很多谎的人 晚上睡觉也会不安心 对 所以做人一定要做的正直 你能够好好的晚上睡个美好的觉 不会担心 有一天人家会被你揭发 你就要去承担这些后果 就一开始就不要说谎 那是最好的 然后对于另外一半 就是如果你朋友告诉你 或者是你自己发现了 你的另外一半出亏了 请勇敢的 理智的来去面对这个事实 活在美好的泡泡当中 并不是真正的幸福的 清醒的活着 我觉得才是更加的幸福 宁可知道了 到底什么才是事实 也不要让自己沉醉在这个谎言当中 如果有一天真的被揭发了 勇敢的去面对 或许你需要去和你的老公 意识到互相讨论 到底你们婚姻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或许出亏是因为其中一个人的需求 没被满足了 或者这个人出亏就真的是 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人品 是有问题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 你都要认真坦诚的去面对这个事实 更多关于出亏 你可以观看我们之前所做的这支出亏的影片 来去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出亏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去避免 对 所以如果是你在交友软体上遇到了你朋友的老公 你是选择讲还是选择不讲呢 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怎么看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给我们点赞 还有分享出去哦 记得要订阅我们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